这七个人上来有18同仁的感觉 个个都有功夫 你先自我介绍 从你开始 叫张双燕 今年18岁 老家是山东正义民村 我爸爸去世了 母亲有点智障 现在就要在河北上中 我叫张双燕 今年18岁 我的老家是山东德州的 我叫刘亮 今年16岁 老家四川 人大都乡人 留守儿童 父母没有消息 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 自从奶奶去世以后 这个人家出走了 我想他们 但我真不会回去 我不会你看我的娘的 我的娘比谁的娘都情 今天到这个舞台上 向谁告白 向我们的娘告白 因为我们的娘 已经老了 我们也长大的 我们的娘 不让我们出去干活 我们只想 找一个大伙的舞台 去演出 为什么呢 觉得我们还小 对 怕吃亏 怕吃亏 所以你们 今天到这来告白的目的 除了要向娘 说说自己的心里话之外 还想让她允许 你们出去演出是吗 是 刚才你们说 来自于各个地方 现在都在河北苍州 你们的这个娘 是你们的亲娘吗 不是 你们来描述一下 你们的娘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我们的妈妈 比这个人亲生父母得亲 她在平时 对我们是最好的一个 最好的妈 你们是来自于学校 还是来自于杂技团 我们是娘的孩子 今天娘来了吗 没有 你们是怎么来的 我是偷偷跑出来的 你们哪来的车费呢 到北京来的 哥哥姐姐一起来的 就是他们带你们来的 是 他们嘴里所说的 哥哥姐姐 也就是他们娘的儿子 和儿媳在第二现场 我们来通过屏幕 跟他们交流一下 你好 你好 自我介绍一下 可以吗 我是王队霞的儿子 这是我媳妇 为什么这七个孩子的 这个生活物 为什么不能够 送到慈善部门 或者是相关的 社会福利部门去 要你们自己来养的他们 我们也想过 不过孩子们也不愿意走 不愿意离开这个家 我们也舍不得他们 反正有我们吃的 就有孩子们吃的 没有我自己想法吧 那为什么要让孩子们 学杂技 不送他们去读书呢 小的孩子 我们先送他们去上学 大的孩子 多了我们也负担不起 我刚才听孩子们说 他们今天来向娘告白 除了向娘 说说自己内心感谢的话之外 还有一个目的是 希望娘允许他们出去表演 这娘为什么不让他们出去表演 你知道其中的原因吗 每个孩子都是我 娘心中得到 她主要怕 担心他们出现意外 孩子太小 行 谢谢你们 你们先稍事休息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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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